诸葛亮独揽蜀汉大权十余年,然而在他去世后,令人意外的是,他并没有受到刘善的清算,反而享受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待遇,这其中蕴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,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 自古以来,历史舞台上屡见全臣垂帘听政,权倾朝野,但其结局却时常充满悲剧色彩,霍光、张居正等人都在权力的漩涡中徐徐陨落,甚至伴随着家族的覆灭,然而在蜀汉历史上却出现了一个异类诸葛亮,他自刘备逝世后,独揽大权,主持国家大政。 虽然临危受命,但这一独断专行的举措,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引发后继者的清算和复仇,然而,诸葛亮去世后,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,相反,他的影响力却在死后得到了保留和延续,这其中的奥秘,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。 首先刘备的辞世让蜀汉陷入了一片哀悼之中,而面对即将到来的责任和挑战,诸葛亮肩负起国家的重担,不遗余力培养刘备的儿子刘善成为一代明君。 诸葛亮深知,刘善虽然身为皇帝,但却还年轻且缺乏政治经验,为了确保蜀汉国家的稳定和繁荣,他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教育和指导。 在北伐之前,他撰写了出师表,在表中对刘善提出了重要的建议,要求他亲近贤臣,远离小人,以确保国家安宁和百姓安乐。 然而,诸葛亮的关怀和教导并不仅限于文字,在临终之际,他写下了临终仪表,向刘善传授了更为深刻的思想。 他希望刘善能保持清心寡欲,以身作则,悦己爱民,实践孝道,成为先军的光辉传承。 他强调提拔引益,重用贤良,以及排除奸产,塑造一个连结正直的政治环境。 这些教导不仅是诸葛亮的遗愿,也是他为国家着想的真心所在。 他深知,明君的培养不仅需要政治手腕,更需要高尚的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。 他希望刘善能够在治理国家的道路上坚持不懈,继续前行,为蜀汉带来长治久安的局面。 诸葛亮的教导和遗愿在刘善心中生根发芽。 刘善虽然年轻,却展现出了难得的聪慧和决心。 他虚心接受诸葛亮的教诲,努力学习政务和治国之道。 刘善性情温和,心胸宽广,与诸葛亮合作多年,建立了深厚的仕途情感,也对诸葛亮的深切依赖和信任。 在刘善看来,诸葛亮不仅是得力的谋士,更是他的知己良师。 这种情感成就了他们之间的独特关系。 其次,诸葛亮的政绩和奉献不容忽视。 诸葛亮在位期间,不仅治理了国家的政务,还通过严格的法治建设和军事改革,使蜀汉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。 他的一系列措施,使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和繁荣,这让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卓越才华和付出。 刘善自然也看在眼里,这也是他为什么愿意继续维持诸葛亮的政治遗产的原因之一。 最后,刘善的大局观和谋略也是决定因素之一。 他明白,蜀汉虽然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,但在大势面前仍然是一个弱小的国家。 与强大的敌人相比,他更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,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因此,他决定继续延续诸葛亮的政策,确保政权的延续和国家的稳定。 这也间接地维护了诸葛亮的声誉和地位。 综上所述,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受到清算,与刘善的性格,诸葛亮的政绩以及大局观有关。 他们之间的独特关系,以及刘善对稳定国家局势的考虑,共同促使了这一历史的特殊走向。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,诸葛亮的政治遗产得以延续,他的门生和后人也因此得到了善待,成为历史的幸运儿。